菊静一女团上台跳舞用力过猛 衣服在舞台上竟崩开 这种情况还淡定跳完 真的是太敬业了 菊静一就是典型的辣妹风格 日常的穿衣搭配 都能让人感受到菊静一身材的美好 菊静一穿起一身法式红衫 搭配起破洞牛仔裤 加上自己的好身材 在舞台上热舞 火热如同一颗小辣椒 一股有个性的时髦饭 简直是辣妹风的代表 大秀好身材 腰围是所有女生都羡慕的 在跳舞的时候还伴随激光特效 但却因为用力过猛 衣服在舞台上崩开了 众所周知舞台表现是 检验偶像业务能力的重要标准 可是就算在怎么精心彩排过的舞台 也会发生各种意外状况 不得不佩服这个时候 菊静一的明星敬业精神 同样在舞台上遇到尴尬似的 还有女星陈慧玲 在吃瓜王力宏事件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这一件丑闻 就是王力宏和女星陈慧玲贴身热舞 当时陈慧玲身穿露奇装 躺在王力宏的怀中 两人在舞台上紧密挨在一起 此时王力宏的手放在陈慧玲的腰部 如果说这还比较正常 那接下来的动作就太不雅观了 王力宏手放的位置明显有变化 在舞台上对女明星动手动脚的 陈慧玲的反应显然有些不妥 可王力宏的眼神直勾勾的盯着陈慧玲 眼神里的东西显得直白又露骨 让整场舞蹈的氛围暧昧不堪 以前的粉丝可能没发现 可经过现在的王友一品 就知道了这是王力宏赤裸裸 故意开游陈慧玲的过程 情不自禁地暴露了 其实娱乐圈的女明星很漂亮 一个比一个身材好 贴开明星光环的王力宏也是一个普通男人 别说王力宏情不自禁了 就是换成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会很心动吧 只不过有的男人很绅士 遇到好看的美女也只是欣赏的角度来看待 不像王力宏是直勾勾的 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所以王力宏妻子李亮磊怒接王力宏真面目 才会引起观众共鸣 王力宏私底下玩得简直比罗信一人还要花 早在当初李亮磊跟王力宏刚认识的时候 王力宏就经常给他打电话各种聊拨 当时什么都不懂得他 就以为坠入了爱河 但不料两个人结果之后 王力宏竟然说自己还不想结婚 全部都是单身的 对张震出生你子姨和小梅 上的时候通通的结婚都有孩子 对啊 持肛抹镜不负责的品行暴露无疑 还是因为怀孕了 才结的婚 李亮磊在家中即将生产的时候 王力宏不仅没有给予关心 还在这个期间玩得很开 李亮磊也犯了女人都会犯的错 就是过度相信王力宏的一言一行 信任王力宏有照一日能改邪归正 没想到李亮磊自己却等到了近身出户 那么屏幕前的你 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会吧 我们下期见